今天這一集是這個有小老弟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 他從別的手機換到iPhone 那換到iPhone他遇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他說他在移動這個APP的時候 移動到第一排總是會跳掉 那這一集就加100%去移的話 他不會跳掉 那其實要怎麼移動這些你桌面上的這些圖標 就是你按住久一點或者是你按住那個什麼 編輯主畫面比如說我先按久一點 他就會出現一個這個編輯主畫面 又或者是你按久一點不要理下面那個 他就會這樣抖動 再做一次你按住久一點他就會出現 我們看有什麼功能你可以去選以外 你可以編輯主畫面你去點他 那他就會這樣抖動 那抖動的時候就是可以這樣隨便去亂移動了 隨便去亂移動 那又或者是說我按住久一點 我完全不理下面的 再久一點他還是會這樣抖動 那他的問題是說他每次移到第一排的時候就會跑掉 就是說比如說他移到第一排就會跑到另外一頁 他想要去設定在第一個位置就會都移不到 他希望像我這樣子移動在第一個位置 但是他每次在移的時候他就會跑掉 那今天就教你們說要怎麼樣去移動這個位置 百分之百不會跑掉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你移過去的時候不能太久 如果你移過去很久他就會跳過去了 他就會認為你要翻頁 所以第一個不能太久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一般在移 移橫移的時候你 你往他的那個箭頭去移 你不要往中間或下面 所以你往斜上方 往他的那個箭頭去移 你看我去往他那個 減號去移 他就會在那邊了 往減號去移 而且不能太久 你看往減號去移 你要去往減號去移 那如果你是往中間或往左下角去移的話 他就會跑過去了 懂嗎 所以你在移的時候不能往中間或左下角 你要去往他減號 減號的地方去移 減號好像是一個打籃球的 就是這邊有一個減嘛 你就是往減的地方這樣子移過來 他就百分之百會過去了 你就不會 你就不會跑到另外一頁了 這樣子 這樣懂嗎 所以今天就教各位說這個移動這個 這個APP要移動在第一排的話 你往他那個減號 這邊有個減嘛 減的地方這樣移他就過來了 所以就這樣 那如果你一次要移動很多個的話就是 他現在可以多點觸控嘛 所以你就點住一個圖標嘛 然後你比如說我隨便點一二三 四 那我現在點五個嘛 五個我可以移到別頁去就放下去 他就 五個全部跑回來嘛 那你如果要點全部再回到第二頁 你再點他就又跑回來了 如果你要新增一個資料夾 就兩個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 他就會成為一個資料夾了嘛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去點你要的 就是 去編輯你的 那個資料夾的名稱 那個比較簡單 我就 我就不講了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說 你老是沒有辦法移動到第一排的話 你就是 不要往中間或往下面 你要往那個減號的地方去 去移 他就不會跑過去了 就不會跑到別頁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移動的小技巧 100%移動不會跑掉的 不然你們在移 就這樣就會跑到別頁去 你如果從中間他就跑到別頁去 或者是往下面他就跑到別頁去 那你看我現在如果你是往上面的減號這邊 他就會100%就會移到 移到正確的位置 就是有一點往左上角去移動 這樣子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 交這樣子了 好就完成 希望會對你們很有幫助 如果你在移動 其實這是比較簡單的問題啦 應該 現在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只是那個小小弟他可能 從不同牌的手機用過來 他覺得這個地方很困擾 那這個 小秘訣就教各位 就是100%可以移動到第一牌的位置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邊了 希望會對你們有幫助 我一定會有幫助 我也會有幫助 我也會有幫助